这重大新闻啊 今天泰国媒体又爆出来了 旅游前4月1号以后可能继续还是30天 大家可以接下来看我们的新闻啊 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我刚刚看到个消息 我喜欢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呢 原则上我之前的视频中有跟大家说过了 没有关心的事情我是不说的 但是经历过3月1号这个核酸变更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人是在 28号那他到底做还是不做呢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提前说一些东西 那么之前有很多的博主 他们都在说3月31号以后 就4月1号开始 落地钱要从30天到15天了 那么按照泰国方面的政策来说 他的上一次公布的确是到3月31号的 如果没有后续的变化 或者没有开会讨论 他的确会把落地钱从30天又会回到15天 但就在今天 就是我刚看到一个泰国的媒体的一个新闻 这个媒体也是泰国的大媒体 他说了 旅游和体育部已经向内阁发起了提交 就是说希望延长外国游客入泰停留的时间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原来我们的政策是从2022年的10月1号到3月31号 从15天变为了30天的落地钱 那么现在的话 他们希望延长到12月31号都是30天的落地钱 对吧 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D对大家是有好处的 因为它落地钱延长了 对不对 那么相对于说大家不用去麻烦办旅游签了 那么你说改为15天 万一我16天的行程也很麻烦 那么如果说我不说这个事情 那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如果说你是4月1号以后去的 那可能你的行程就没法安排 你到底要安排16天还是安排30天 因为这个政策都在变 那么现在这个内阁已经提交到内阁 内阁还要开会讨论 以泰国的尿性 基本上它都要在2月底吧 那25号之后 它可能才会官宣这个事情 因为泰国的官宣也很难 我们也差不多 我们都是 包括我们国内也是提前一天官宣的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希望大家了解一下 对大家的出行 大家再多看看新闻 因为如果说这个时间差一天两天 会导致你的机票 或者导致你的行程有一个很大的损失 所以就今天的一个突发新闻 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至于说到前几天的 这个事件或者网络事件 我是在这里插一嘴 我们不批判谁好 我们也不批判谁不好 大家自己来看 对吧 这个也花不了这个钱 现在除了机票轨 真的是机票轨 其他的话我觉得还行 涨幅肯定是有 但是一定是在大家的能力范围接受之内的 然后也有很多人可能在说 泰国怎么那么贵什么样 我是觉得可能说那些 他本身自己出国经验也比较少 这个也没关系 所以说不管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或者说某个博主说的对不对 自己来看嘛 而听为虚 眼见为实 你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什么 对吧 你也别因为一件事情的个力 你去抹黑了别人 但是你也别因为一件事情的个力 而夸大整个事情的一个情况 那我是一个站在比较中意的一个情况下 那你觉得不好 我们换其他国家 对不对 你觉得好 那你多来来吧 那这个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对吧 你觉得我们江泽户好玩呢 那你就经常来江泽户 你江泽户不好玩呢 你喜欢去珠三角的 那也没问题 这个都是个人的选择 很多人网上在杠这个事情 然后这两天这个流量也比较高 说这个事情 我是觉得其实蛮可悲的 就是因为这种事情流量高 真的很可悲 大家还是要去 包括我们做自媒体的也是一样 我也奉劝着各位就说 不要以你看到的东西 或者说我看到的东西 我都不敢把话说死 对吧 我只能说我经历的是这样的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的 你们自己来看 好吧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